你别说 你这帽确实挺好看 你没觉得我这样戴着就很有那种温柔大姐姐的感觉吗 但是为啥我买都那么丑啊 那是因为你们要好好买 你知道你要买的时候 第一个它上面不能太紧 它一定要有一点点空间感 不然戴上去的话就会勒着你 然后第二个 我帽颜这边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你每次戴完之后 你都可以把它扯平 扯完之后我拍照的时候 我很经常有个小心机 我就会这样子 把它这样一压 然后你就有个小幅度 这样拍照就有那种直接出发片的感觉 哎是 比刚才好看得多你好会啊 是吧 我头大脸还大 其实我戴帽子一定要就是大过我的脸 不然我拍照就一定要批除 就一定要收小头 然后你看像这种 帽颜比较大的 我是不是拍完照都不需要批除 你看像我就很喜欢出菜的时候戴它 因为它帽颜不是很大嘛 渡飞机或高铁的时候 我就喜欢这样子一压 然后这样子 然后往前扣 空姐就找不到我 而且也不反光 我就这样睡觉 然后你看像秋冬 我们就可以戴深色这一面 我基本一年四季都会戴防晒帽 因为冬天也有紫外线的好棒 冬天也会晒黑的 所以我一般夏天就会戴这个浅色这一面 跟我这一色也比较搭 如果我今天颜色比较深的话 就再把它反过来 所以它是两面可以用的 然后你就披一个披肩 这样就会比较有空气感 而且它这个不就很软嘛 所以你不用一折 放在包里也很方便 你就这样子对折 我一般其实就随便放 但是你可以折整齐一点点 然后呢 沿着边边的位置 再对折 然后再对折 就卷成这样子 一卷 然后你就放在包里也很方便 夏天拿起来的时候 你就再把它打开 那就是你随便怎么蹂躏它 它都不会变形 然后你要把它放在包里 它就乖乖地放在包里